再跟大家吐槽一段 这两天的王毅 我们王毅老师说了 说如果要让国民投票 对政府的满意度 很有可能让有些国家下不来台 其实有好多人就挤在王毅老师 但是我觉得你们确实 对很多政府与民众关系不是很了解 别挤在王毅老师 王毅老师说了一句大实话 确实是 你要是今天去给各个国家测 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 所谓的民主国家 包括我们的美艰的灯塔国 一样对这个确实让美国政府可能很下不来台 但是重点在哪 重点不在这 重点是美国政府也没站在台子上 他自己没立那台子 也没立那牌坊 说你都有满意度得到多高 我才能够继续继续执政 本来他就是多大轮换 对吧 我这政府尽量能满意就满意 满意不了你下回投票 完了 你得给我选信就得了 对不对 能怎么着 他觉得下不来台 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非常规律的想象 就是想象着所有的这些国家都站在台子上 对吧 然后你这如果下边人一投票 一起户 你就再特意倒彩 你就下不了台了 对吧 你这台的台子下 真正下不了台的是您 怎么回事 您一直站台子上 我不搞多党制 我要一党专政 对不对 你这台子一直在这站着 所有别人都上不了舞台 当然了 周围打琴打番的那些小配角们 应该还有 比如说什么民革中央 什么民进党 好像也有民进党 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 什么民主同盟 九三学社 就诸如此类的 周围打圈 打圈旗子 方俩跟头的那帮小丑们 都在上面 这台子您不下去 别人那台子 都是多少年一换 人家觉得有什么下不了台的 对不对 这不就是这点事吗 这个确实是如此 而且越是这样的国家 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越低 为什么 是因为你任何情况下 你作为一个纳税人 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主人 你对给你服务的人员 你总是会有满意度没那么高的时候 很多国家是这样的 尤其这国家越大 你看小的国家可能还好 你比如像荷兰 你比如像欧洲这几个小国 这些东西 它肯定来讲 它可能满意度还会高一些 但是你只要国家一大一点 或者是怎么样 它对政府的满意度一定不会很高 因为你对服务人员 对吧 你虽然从内心当中 你可能非常尊重每个人的人权 你对具体的人你可能没问题 但是对物业公司 您说我是百分之百的肯定 我要满意的 这个东西其实特别少见 非常少见 关系可能不错 但是你要说起来给它挑毛病 那个挑就多了 但是这物业公司 它这个东西没问题 你可以换物业 对不对 这个也没关系 反正外边有物业 它也等着进驻 只有什么样的国家 就是像那种满意度特别高的国家 其实世界上真的不算多 有那么几个 有的现在已经灭国了 你比如说当年利比亚 对吧 对卡扎菲 它满意度都特别高 然后就是伊拉克 这您知道伊拉克 萨达姆老师 萨达姆老师 当时他还在世的时候 对吧 还掌握权柄之时 手里有枪 有毒气弹的时候 当然 我说的就是毒气弹 您甭说 大规模杀伤的武器什么的 那是美国人的借口 你可以跟我说 但是他用毒气弹 屠杀库尔德人 这个事情都已经是再论的事了 您就别争了 他手里有这个 至少有这个东西 曾经用过 手里有枪 有毒气弹的时候 他老人家的支持率也高 我记得应该是百分之九十几 九十九 我不知道剩下1%是干嘛去了 也幸好 我们真的是只能到百分之百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萨达姆老师能突破百分之百 你再还有对政府满意度高的是我们邻居 北朝鲜 北朝鲜对政府满意度也高 他可能如果要一个人当十个人用 基本上满意度百分之千 不过我给大家讲一则旧文 讲一则旧文 北朝鲜是特别谦虚的一个国家 谦虚到什么程度 他列了一个全世界幸福生活的表格 他也做这种表格 像我党是一样的 也做这种 比如说我党的民主的这种 对民主的执着 以及对民主的这种认同 我们也做 我们也输中国民主百批书 对不对 北朝鲜也做全球幸福的幸福排名 排第一的是咱中国 当时我看上去 哎呀 真的是 怎么说呢 就是吐槽 槽点太多了 没法去吐 然后好像是中国幸福度 百分之百吧 还是百分之九十几 然后朝鲜比他差一点第二名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 真的是挺牛逼 相当牛逼 三胖农质还是很懂事的一个孩子 那是这样 就是说恰恰说明 恰恰说明能说不满意的 这个东西才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吧 这个东西 有一个笑话就在说 说前苏联嘛 对吧 说你为什么从前苏联出来 前苏联那个 就是你从苏联出来干嘛 你这个不好吗 那个不好吗 他说好 然后那你为什么来美国 在美国有说不好的权利 重点就在于啊 这个能有说不好的权利 对吧 重点就在于民众有让这帮人不好下不来台的这个权利 而且并不受这种各种各样的 对保证你言论自由 但不保证你言论之后的自由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秋后算账的这种事 那保证这些权利之后 你才能够说讨论这个问题 你天天跟我说 大哥您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删帖封号抓人 对不对 在那个微信群里 或者是在微信上吐槽两具警察都能被抓你十几天 那你要想去那个围个权 直接就给你扣下来 有黑监狱 而且这个黑监狱还是他妈外包的 这包那个保安公司过去 去把这黑监狱给做起来的 那这些东西您跟我说 他您这是叫全是满意度很高 我确实确实 我要在国内我满意度也挺高的 其实实际上说 就是在中国来讲 我原来要在国内生活 我满意度其实要高于普通人 这话是实话实说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你多少有俩小钱 对吧 多少在社会上一定知名度 而且你在这个社会里 你其实像我们这种比较油滑的人 混的算是如意得水那种感觉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这我也不讳言的说 如果你要说对这个社会的满意度的话 我在日本 我其实除了这个生活环境之外 其实满意度不如中国 为什么 没有 我现在在这边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能够超过一个 普通日本人的权利 对吧 我也没有这些像中国那样的 各种各样的关系网 我可以办任何事情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做 别人可能办不了 我就可以轻松的去办到 这些东西我现在都没有 恰恰我喜欢的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不论我是要去美国 或者我现在生活在日本 或者我去欧洲 这个世界对我是open的 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国家 经常我想去的国家 这些东西我恰恰的要的就是这种 没有特权 没有像中国那么满意的生活 满意是我能够知道的 但是我知道那东西是不对的 对我这种人而言 其他的像这种 现在的这种 我没有办法像中国那么满意 那么生活的 我觉得这个生活 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对政府 包括对于社会的满意 什么叫满意 什么叫满意 能够说不满意的 才是真正意义上满意的一个社会 至少它奔着 让老百姓满意一条路在走 老百姓不能说不满意的 这社会你至于它多高的满意度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王毅老师说的这些话 他说的是没错的 说的是没错的 这些政府 他们的满意 对老百姓 对他们的满意度 肯定就是很低 至少没有中国那么高 这很正常 就像你中国 你像你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如果再重新重操就业 再做记者 或者是我直接不做记者就跟日本朋友聊天 他们的日本政府很不满 各种各种不满 对吧 但是它只能够通过一点一点的这种 甚至于他们对这种政治的改变都不太抱信心 这跟中国又不太一样 但是它可以随便说 你只要在大庭广书下你怎么说 没有人会怎么样你 在中国不然 中国就是你比如说你我原来是干过 我干记者的时候 有段时间也在电视台干 那就是说你去把这个你去街头采访 如果你要是说 马上这个人嘴里 你知道吗 有一个对着摄像机的那种综合症 就CCTV综合症 新闻联播综合症 我们在私下里就这么叫这个玩意儿 只要是他一对着摄像机 一看你这个台标 他马上就化身为新闻联播的官员 各种干什么话全出来了 大致而言就相当于两面性到什么程度 相当于大概原来网了是这么一梗 就是叫做我能说脏话吗 不能 社会主义好 就差不多就是这个 政府英明 社会主义好 差不多这样 不能说脏话 我只能说这个 所以他们只要是一对着这个电视 他说的 就几乎除了那些小说之外 只要你问他任何大政方针 或者国家满意度或者怎么样 他马上出来的就是新闻联播的墙 新闻联播综合症 就是这么来的 那这样一个社会 你跟我说 他确实 他确实 他有高的那种政府的支持率 你会看到的一个另外一件什么事 就是说 一旦说 我不是说中国会崩溃 我也不是说国党会怎么样 我只是说 一旦 一旦 那出点问题 崩盘 几乎是在瞬息之间的事情 因为所有人 其实在大部分的人 他心里是心里有数 好 好 谢谢诸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